这时约翰的见证 那时有太人从耶路撒冷 派遣司祭和纳美人去问他 你是谁 约翰坦白承认 并没有否认 他说 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 那么你是谁 是阿里亚吗 他答说 我不是 你是哪位先知吗 他回答 不是 然后他们对他说 告诉我们 你是谁 我们好回复那派我们来的人 你说你自己是谁 约翰引用伊撒尔亚先知的话 回答说 我是在荒野里呼喊的声音 收直上住的路 那些被派来的人是法利失人 他们再问约翰 你不是基督 也不是厄利亚 又不是那位先知 那么 你为什么 有什么吸人施洗呢 约翰回答说 我用水洗你门 但有一位站在你门中间 是你门不认识的 虽然他在我以后来 我却不堪当解他的鞋带 这事发生在约翰河对岸的白达里 约翰吸人施洗的地方 我用水洗的地方